原标题 是动作,以十九没有陆批美帝国注意,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和劳动新闻,26日突然发生,杰批美军特种部队进来频频举行渗透平凉的训练,并斥责这一做法明确的表明,美国针对于弹气不正当的强盗性的先无核化,图谋失败的情况下,政策化要发动新潮战争,这是犯下滔天嘴型的阴谋。 韩国SBS电视台26日称,9月9日是朝鲜建国70周年,朝鲜目前正在忙于准备热兵等特效庆祝活动,报道称,根据美韩情报网的观察,在平壤新潮出现,和类似洲际导弹发射车的物体。 根据了新拍摄的平壤近郊美林机场的图片,出现了一次搭配装成带道导弹和新型肥毛腿导弹的移动发射车,而在距离自30公里的平壤顺岸机场,出现了17辆长度20米以上的大型车辆。 韩国国防安保论坛,研究员心中语称,从车辆的长度看,很有可能是搭载洲际导弹的发射车。 韩军消息人士也认为,9月9日的朝鲜阅兵至少会出现类似火星12型这样的中程弹道导弹,但洲际导弹会否露面仍在持续观察中? 日本副四电视台,26日称,美国最大核潜艇密歇根号,8月22日进入在日,本的美军横须核基地,密歇根号搭载,为150次没有巡航导弹,平壤在其射程范围内。 此前部署在关岛的美国B-52轰炸机以及多架炸机和加油机等也都于近日抵达了驻日美军基地。 这些武器被认为是再次充当看得见的震慑角色。 韩联社称,朝鲜正在准备9月9日的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,希望对外显示其政权的国际地位。 外界正高度关注,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做出何种表态,是强硬还是温和,将成为决定未来半党无核化进程的关键。 而随着中美竞争和美朝斗发,掺杂间半岛无核化进程,半岛局势未来恐将更加复杂。 另外,有外交消息人士认为,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,不排除特朗普失去解决朝核问题的兴趣。 韩国世界日报26日子爱他,特朗普的解决朝核梦或将成为靠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